最后9例新冠病毒无症状感染者解除隔离 沙阳市第6人民医院 即辽宁省新冠肺炎集中救治沙阳中心 再一次实现在院患者全部清零 自5月6号沙阳新一轮疫情发生以来 沙阳中心一共是收治了本土新冠病毒感染者41人 历时24天又打赢了一场疫情防控狙击战 昨天丹东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发布通告 丹东市振兴区芝春园一溪等地 已经14天以上无新增确诊病例 昨天起调整为低风险地区 疫情向好好消息不断 今天开始沙阳陶仙国际机场室内两条搬线 沙阳北站沙阳站方向恢复运营了 先期运营时间是首班10点50分 末班到航班结束 发车时间是50分钟间隔 而随着搬线恢复逐渐调整发车时间缩短车隔 这个外复搬线待定 今天起辽宁省汽车快速客运站 也有序恢复运营 提示大家一定要携带好有效身份证件 进站前的出示健康码清身卡 以及48小时核酸检测的阴信证明 具体的客运班次信息 可以到辽宁省汽车快速客运站的微信公众号来查询 或者可以拨打咨询电话 024622333333来查询 对0246225个3 28号开始沙阳铁路恢复开行6对旅客列车了 包括沈阳道成都南通荣城深圳长沙方向的五对旅客列车 以及大连到广州方向一对旅客列车 铁路部门将会利用大数据加强客流预测分析 分梯次来制定开车方案 有序增加京哈哈大等主要干线旅客列车的运力配置 另外有一个紧急通知是葫芦岛建昌发布的 6月1号建昌将继续进行疫情常态化全员核酸检测 为防止可能出现核酸检测假阳性 决定从今天到6月1号全线暂停疫苗接种工作